欢迎收看订阅科学新知的第三节 第三节亦有点类似地质 再加上和海流有关的新发现和大家分享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 科学家刚刚解决了一个50年的谜题 这个50年的谜题是什么呢? 究竟在南极的海洋上的冰 为什么会有些洞呢? 这个洞上就是突然之间整个海里本身结冰了 但是有几个洞在这里 不要小看这些小问题 就是当我们越是尝试仔细了解的时候 就越容易发现有些东西是解释不到的 然后就发觉原来有需要一些新的知识 新的机制才能够了解到这个谜题 如果你问我一堆在海平面上结冰 中间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洞 那我就会想 如果洞是小的 可能就是几个冰去黏着的时候 中间有些疏洞 中间的位置填了就留下一个洞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你会问 如果够冷的时候 始终也会结冰 那些冰分分合合很正常 所以现在有一个洞 池盒没有了 就是这样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洞 是会季节性出现 而且总是不消失的 就是很奇怪 为什么那里明明很够冷 譬如说 是说南极洲里面的冬天 南极洲冰起来 是比起北极可以更加冷的 如果你说世界上 记录到最低的温度 南极洲那里找到最冷的点 是比起北极更加冷的 这是与地理上的环境有关 回来说这些冰层上的洞 可能你就会说 刚好下面有个火山仔 有些暖流涌上来 不就在那里有个洞 但是你就认真去试试 量一下那里的温度 是否特别高 如果发觉不是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要有个洞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会再想好很多其他原因 有人会说 会不会那里有大风 那里有个洞 那里有时常常吹 令到有些地方 迫不住 这些其实看上去 好像很不起眼 周围都结冰 但是中间有一个洞 是没有结冰的 这些现象 其实流下来 成为了50年来的 这些关于南北极 这些地理的问题 如果在网上看 你会发觉 这些在冰层上面 结冰了的这个洞 在英文上面 有个专有名词 这个名字 就叫做Pollinia OK 中文的翻译 我也不知道 是用怎样翻译才好 这个现象 大约你可以理解 是一个南极洲的陆地 外围近住 就是外围的海 因为很冷的缘故 都结了一大阵冰 有些冰是季节性的 有些冰是永久的 视乎你是冬季 冰就继续蔓延出去 所以尤其在外围的地方 有时会有些 正在准备准备的冰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 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孔孔 而这些孔孔 往往是很季节性的 譬如说 在南极洲出名的 这个已经离开了 南极洲陆地 对出的海 形成的这片大冰里面 总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孔 而这个孔 不要想像是一个 一些鲍鱼的人 去钓鱼的孔那麽小 这个孔是整个缅因州 或者整个纽西兰 北岛 这麽大的孔 所以这些 你不会想像 纯粹用意外 或者是随机性解释到 背后一定是 更加可能 是有一些比较精致的 物理机制 去了解 在这里 暂时 如果你在网上去找 这些孔孔 这些叫Porninia 这些现象 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分类 其实不只是南极洲 是有的 你去到北极 总之是那些 那些地方 海面上会冻到结冰的地方 你都会找到 一些 譬如是靠近陆地 然后跟冰层 突然之间 海面上的冰 和陆地上的冰 让它露出了一些水 那些 都是叫Porninian 但那些现象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有人尝试研究 可能在冰岛 或者在格陵兰 这些地方 或者在加拿大北部 冬天就会结冰封冻的地方 很多这些比较围着岛 一出来不是一个洞 而是一大片 一个长形的洞 就很多时候 跟他们的风有关 风就把那些冰层吹开了 然后在下面 很多时候就牵涉到 就会有一些暖流 还有有时候 一些盐分比较高的海流 就湧了上来 于是似乎 就将那些裂口越吹越大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下面 不是一个温度上的原因 而是一个 有更加高盐分的水 由下面湧了上来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有个风 是由海岛的陆地 吹回海洋的方向 将海洋方向上的冰 推开了的时候 这些冰推开了 其实也带动了下面的水 有过的对流 运动 于是沿着那些水 就远离陆地 于是沿着海底下 就有一阵的海流 就需要涌回陆地 由下面填补上来 就将下面的 便会涨 too 小部份 水会涨到较高的水 有什么特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水如果增加了银 放在冰箱里 它是烂加冰 很容易 地涨到水的状态 因为冰点是低了 按下4度 才会正式结冰 所以盐度高一点的水更容易在同一个温度保持液态 所以大家会看到同一个温度为何有些结冰有些不结冰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种 好了,和先前那些是否要解释完呢? 这个在南极洲附近对出来的洞 每年都会消失又重新形成的 它未必在同一位置,但大约在那个位置就会有 有人会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它又不是一个大片长条形的风去造成 而且你测试在那里的风向似乎又不是特别有利 那里会很大风,而且经常会有气旋的活动 在韩大那里的气旋 如果你上wikipedia去找,那些人去解释 就是南极洲附近的冰层上面的洞洞 就说那里因为经常打风 那打风就会令到它有洞 其实这个解释不完全的,是其中一个学说 而今个星期就刚刚好有人尝试用很多的电脑运算模型 以及一些我们以往知道很简单的物理现象 摆在一起去理解 就发觉就比较圆满地去了解 为什么有这样的洞就留在那里 而这些洞的形成和我们刚才说 在其他地方,即是那些因风吹而形成一个大裂口形状的 这些这样的长条形状的洞 那个形成的机制是会有少一点不同 比如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些 就相对的解释是比较简单 有些风由陆地吹走了 海洋表面上结成了那阵冰 令到有个海流需要补充一些水 而那些海流流下来的时候 就令到补充了一些大盐份高一点的水 就更加有利于上面结成了一堆不会结冰的一个孔孔 一个液体在这里 其实很多做生态研究的人会说 这些这样的自然现象环境做出来 是对于那些海洋生物很有用的 其中就是它能够帮我们将那些海水 不同岩度的海水混合 其中一个作用 亦是令到更多不同地方生境的物种 有一个更加调和的环境可以生存 而更加有趣的是 曾经很多次,尤其是在南极路 那这样的孔孔不要看少 往往就是那些海丝海炮 潜了一大论水后上来呼气 那位置就被他们喚气 而且游了好几公里之后 有个孔孔让他们上去呼气 就是靠这个大自然力量 可以形成这个被冰围住的一个咸度高一点的湖 就令到生物多了一个环境去更加好的生存 所以对于这些研究就是 如果有兴趣做南极的生态研究 甚至乎是海流地质的这些研究 就成为一个互相关联的学问 很有趣 接着来就要问 究竟科学家发现了些什么 如何去理解这个现象呢 这个图我慢慢再和大家进入去解释 但是在此之前要提一提 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一些我们都感受过的现象 就是说小时候玩蹬蹬转 你想由蹬蹬转 而蹬蹬转可能转得很快 效果才明显 你尝试由蹬蹬转的一边 向着硬去对面打对角的另一边 你会发觉很困难 中间你会发觉好像有些力 是推你去左去右 而且你过了中心点的时候 右的力突然转到另一个方向 就很古怪的 我们就会说 这种由蹬蹬转上 你以为自己在走直线 但是实际上 你由外面的人看 你其实就不是在走直线 你就是以为自己在走直线 但是你不记得 你自己在蹬蹬转上 实际你走那条曲线 但是你的身体没有调整到平衡 令到你准备去走那条曲线 于是你就感受到 有些人去推左推右 所以是一种错觉 就是你在蹬蹬转上面 去尝试走直线 然后感受到有些力去推你 其实是一种身体上的错觉 你站在外面一看 你就知道你不是在走直线 而是在走直线 而且就是随着你的蹬蹬转 转得越快 你蹬蹬转的程度 是会更加厉害的 好了 为什么和我们这里说的有关呢 就是我们活在地球上 地球有自转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在 一个蹬蹬转上面去生存 不过那个蹬蹬转 一天才转一个圈 所以大部分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太感受到 但是对于在大自然赤道的 一些气候系统 你就会感受到这种力 其中一个 就不要说到这么深 我们每年打的风 就是一到打风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那些热带气船 那个方向 在那个北半球的热带气船 就逆时针方向一路卷 OK 那么原因就是 有一个低气压形成了 令到周围的空气 想四方半面涌入去填补 那些空气 在你以为自己走直线 实际上它就会走曲线 于是就形成了这些 在北半球上 反时针转的旋温 那我们会有个名字 这就叫做Corealis Force 就是那种我们刚才说 在填填线上 你感觉到那些好像假的那些力 其实在地球自转的 屯屯转系统 当有这些空气想去填补空间 平衡气压的时候 其实就不过意有利于 制造了这些气船的活动 那完全就是因为地球自转 所以才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而这样也可以了解到 在地球的南半球 那些气船自转的方向 是跟北半球刚刚反转 好了 有了这些气船的知识 为何可以帮我们了解 南极上的冰层 离岸的冰层中间的洞 原来也是有件事的 当那个位置有些风吹过 可能那个位置 本身就已经有个洞 未结成冰 但是连射的位置 也可能下面那些海流的缘故 令到更加有效 带到一些盐分 然后当你有风吹过的时候 它就会把表面那一层的水 带动它移动 表面那一层的水 又会带动下一层的水 去移动 不过带动得不太厉害 然后下一层的水 就会再带动下一层的水 再移动 但是又是没有带动得那么厉害 所以其实上面的狂风一吹 下面就有一连串的水流 就一直去形成 而且有趣的地方就是 比如说 是不同层 就是你海的不同深度的那些海流 它因为它被带动的速度不同 它感受到在地球 是否在转转的时候 被干扰的那一道力也有不同 就好像你在转转上面 你企图由一边走到第二边的时候 你走得很快的时候 你感受到干扰的力越强 你慢慢走过去 你就慢慢可以顶住 那力好像不太强 就慢慢可以捱到 去到另一边 那现在在这个冰层上面 那些海流系统里面 就面对了这样的情况 当你有一颗风吹过水面 下面一层层的水 上面快些 下面慢些 大家都在地球大层层转 那里去转的时候 每一层的海水 去感受到被地球干扰 去带动了企图 转到另一个方向的力的程度 也有不同 最后会产生了 一个漩渦状的结构 因为大家就是说 无论转的角度不同 走的速度不同的时候 上面走得快些 跟着转角的程度又不同 那一路这样下降 就形成了一个 漩渦的结构出来 那你可以想象 突然之间 你明明上面 只是由一个方向吹 就令到 那个 洞洞下面的那堆水 就形成了一个小漩渦 这些漩渦 就是有效地 将那些盐份 也带上来扣均 就有点像你插那支棍 去搅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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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这个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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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在底上的海流的配合 令它更加有效地把一些鹽份 帶去那個洞洞的附近 才能夠令它出了一個洞形的結構 就不結冰 這個原理 就是剛才所說的 沈沈轉的原理 在海洋、海流、地質上 甚至有一個專有名詞 用了一個人名去命名了這個現象 再結合電腦的模擬 合理解釋為何那個地方是季節性的 有個洞洞在這裡 配合那裡的海流、水紋結構 就能夠了解到這個自然現象 可以就是說 它補足了現在我們 就在Wikipedia找到的 因果關係還未很清楚的資料 所以你就會說 原來這些海流現象 看起來好像很不起眼 但原來用到一些我們日常生活都經驗到的 一些物理現象 就幫助到我們去解釋 這一節關於說這些 南極的冰層上面的海流 就是上面那些洞洞的現象 就解釋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又介紹其他的科學生資